另外這個時候又有罷免案成立了 這是針對台北市中正萬華區 無黨籍立委林長佐的 那麼中選會在今天宣布 會在明年的1月9號投票 那這個日子呢 就跟台中市二選區的立委補選是同一天 林長佐在下午出面 他說有信心守住中正萬華 不受報復性罷免的影響 他說他也希望當天林靜怡 能夠在中二選區順利的當選 而發起這個罷免Freddy的 台北市議員中小平是說 接下來會把重担交給國民黨 他說罷免是黨對黨的對決 得知罷免案成立 無黨籍立委林長佐表現很淡定 有信心能守住中正萬華區 本來就知道他們不會散罷甘休 我們本來就是以在投票的 那個時間點來守住中正萬華為目標 還要先為眼前的一二一八 四大公投來做打拚 發起罷免案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中小平 對於中選會把林長佐罷免案投票日期 和臺中市第二選區立委補選 都定在明年一月九號同一天也提出看法 我覺得空軍跟陸軍的配合 這個然後交殺火網的話 那會增加罷免他的這個成功的比例 林長佐罷免案剩下一個多月就要投票 藍綠陣營勢必全力總動員 華視新聞 江順宏李齊廷羅大偉台北報導